這次沒有筆領上來說,嗨大家好,我是ORZ 我發現沒有人聽的東西,很笑話 糟糕,好 OK,好,那這邊的話就是Cofet真的假的 然後我是Johnson,或者是Mr.ORZ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做了一個Chatbot 然後,當你在LINE上面遇到可疑的訊息的時候 你就可以長按轉傳 然後,欸? 哎唷,壞掉了捏,到底是不是在幹嘛 好,欸,好 然後在這個地方的話就是,欸你就搜尋Cofet 然後就可以把它傳給他,然後傳給他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一些,就是一些志工這邊的回應 好,那這邊的話就是,這個資料庫呢 基本上是由群眾來回報訊息來運作的 如果這則訊息呢,是第一個 你是第一個看到這個訊息的人的話 我們就會邀請他把它放到公開資料庫裡面去 目前大概每一天呢,這個機器人會有1000個活躍的使用者 然後每一天也會有大概100多則的訊息進到資料庫 然後,接下來他會進到Cofet.tw這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上面平均每天會有6到7位的志工 然後來撰寫大約20則左右的新回應 然後呢,再來Cofet真的假的這個東西 他會把前面的這一些群眾協作的結果 大概就是,在每一個月大概會用1萬次的自動回覆 把它推送到真的遇到這個訊息的使用者 另外呢,這個資料也是用CCBYSA開放給其他第三方 然後把這第三方的buck加起來 我們大概會有200萬的受眾 那可以注意到的是這個地方有一個數字 就是進到資料庫裡面的數字跟回應的數字其實是有落差的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希望徵求一些寫作者 第一個是呢,我們可以幫忙在Cofet.tw網站上面評價現有的回應 你幫我們這些回應,你覺得有用或是覺得沒有用 再來呢,就是可以協助補充資訊 對,那就是在如果你查到一半 然後你還不是很有把握的話 你可以透過補充資訊把這個資訊 就是讓其他的查核寫作者來看 第三個呢,則是可以撰寫新的回應 那撰寫新回應就是你在這個地方撰寫的東西 未來會變成Cofet真的假的就是聊天機器人 他的這個自動的回應這樣子 那大家如果一起來練習查證,練習如何撰寫 具有說服力的回應的話呢 就可以讓社會對假訊息更有韌性 再來我們對於工程師來說 我們要考慮的東西就是要如何用科技來輔助這個韌性 那我們目前呢,其實我們在開發上面遇到的問題 其實都在Cofet的Github上面 Goofers Issue這個label底下 那如果你會Node.js跟Reit.js的話 可以參考看看 然後我們可以一個一起 就是用一個下午來讓Cofet更好用 那這邊有一些例子 第一個是,例如說我們的 最近有做Speech Detect 這個非常的重要 就是把一大堆的影片的訊息轉成文字 然後這樣的話它是可以被鬆詢 然後如果有類似的訊息進來 那也可以用 可是可以注意到就是它目前的這個 它有一些Hallucination的狀況 就是主字稿不是很準確 那如果你對Voice Activity Detection Whisper 然後Node.js大家可以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來幫忙看看 對,然後另外呢 還有我們的主字稿編輯功能 其實也有一些Bug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在AI方面 我們其實也希望有人可以幫忙 整理一下資料 那一起可以到Cofet.js來幫忙 對,謝謝 謝謝 謝謝